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美哭了 迪丽热巴直播穿一身红 好身材配浓妆 却被双下巴抢了镜 在10月20日晚上的时候 迪丽热巴参加了自己所代言品牌的直播发布会 那天晚上她穿了一件红色的紧身连衣裙高调出场 因为迪丽热巴在娱乐圈里属于非常罕见的美女 无论是身材还是颜值以及性格都是在娱乐圈里数一数二的 她的每一次出场必定会惊艳四方 迪丽热巴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风靡一时的校花 而且在进入娱乐圈之后 她凭借接地气的性格再加上甜美的外表 更是一时之间无人能及 不过她在意的并不是美貌 而是演技 除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以外 在演技方面她也提高了不少 之前和杨阳一起合作的偶像剧就见证了她演技的成长和进步 这一次在参加直播会的的时候 感觉她比之前更加沉稳和成熟了 尤其是这一身红色的衣服摇曳生姿 好身材 搭配浓妆应该是最佳的选择吧 不过迪丽热巴的造型师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披露 只要是正式的公开场合 迪丽热巴总是能够惊艳全场 这一次一身红裙搭配浓艳的妆容 完全把自己抑郁的风格给体现得淋漓尽致 就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美女一样 让人久久一步开眼睛 不过在迪丽热巴转头的时候 网友们却被她的双下巴给吸引住了 她素来就有爱吃的称号 也有胖迪的外号 因为在私底下她特别喜欢吃美食 并且在参加节目的时候也毫不掩饰 可能是因为最近吃多了所以才尝了双下巴 这一次迪丽热巴参加品牌发布会 不知道美哭了多少网友呢 相信这几天的热搜 头条都是由迪丽热巴巴站着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by bwd6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